这双古驰牌的运动鞋是王女士在杭州大厦买的 花了7900块钱 她说自己2月28号就在店里看中了这一款鞋 当时没有合适的尺码 就和销售加了微信 3月3号 销售联系她说 合适的尺码有货了 通过快递把鞋子寄给了她 现在可以看到 左脚这只鞋的后跟内侧有褪色的痕迹 呈现出淡棕色 右脚这只鞋的后跟内侧也有轻微的褪色 呈现出灰白色 我就穿了三次左右吧 然后那天我就把鞋子脱了 我在家里搞卫生了 然后我拿了鞋子 我出门的时候我想穿 然后我就看到了 然后看上去是掉色 掉皮 就是脚后跟 然后还有其他的零星 还有两处 三处 王女士指了指 这双鞋子内衬的其他位置 也有一些小面积的掉色痕迹 她说 发现问题是3月28号 当时把鞋子拿到店里要求混货 店员说要先把鞋子借到位于上海的售后部门进行检测 4月3号 王女士收到了店里的回复 她说 她们公司的售后 说 是我由于穿着不当引起的这个原因 不愿意换货 你如果说今天是鞋外面 它破皮了 可能是我穿着不当 哪里踢起的 刮起的 对不对 那那次 她说是我穿着不当 那你说穿鞋子又怎么能穿着不当 那我七千九的鞋子还没穿到三次 那变成这样子的了 那我肯定不能接受 对不对 那我三百块钱 四百块钱的鞋子 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 我天天穿在脚上 哪怕是穿一个月 它也不会掉皮褪色 平时怎么个穿法 那就正常的穿鞋子 鞋带松了之后这样套进去 对啊 那今天没穿袜子 它可能有点粘脚嘛 那就就是这样穿的 脚感还行 大小呢 大小还挺松的 还合适的 王女士认为 鞋子出现褪色是质量问题 要求换货 又找到了杭州大厦古池门店 我们这边的门店是负责做销售的 然后关于质量和售后的话 我们门店是没有办法根据专业的解释 这位销售经理表示 之前王女士说到的回复 是品牌售后部门给出的 门店只是将这个回复转达给王女士 商场的一位管理人员也到了门店 当时店铺给我们的解释是说 因为鞋跟这个位置嘛 在鞋子在正常穿着的时候 如果它是套脚套进去的 这个位置比较容易被蹭到 在穿着过程当中的鞋子是有损耗的 但公司认为现在这块 这块就属于自然的损耗 王女士说 门店当时跟她说是因为穿着不当 现在商场方面又说是自然损耗 这两者有区别 不管怎么说她觉得鞋子买了才一个月 就出现这种情况 明显不合常理 后来门店经理出面和王女士做了沟通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说 能不能帮您申请一下 处理一下好不好 换货换不了 就是我要帮您去申请一下 对对对 我们要赶快一下好不好 因为就鉴于说 你买的这双鞋 第一时间其实并没有非常的长 对不对 然后第二的话 那当然我们也是 也是说本着信任的这个态度来帮您处理一下 经理表示 会在五天内给王女士答复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谢谢大家 如果以后 明显不及其他人 我们是看到 我们是在一个额团 期望 没有 我们是在一个额团 未经许的课计 就是在一个额团